父母虽然不会永远成为子女的天地 但在子女上无力面对生活的痛苦和磨难时 是父母在替他们承担着所有的压力和折磨 如果父母尽到了责任 那么子女也应该尽到义务 关于父母的养老问题就不必装聋作哑 百般算计 王亮老伴去世后 她不想一个人住 便和儿女提出了搬去他们家中养老的想法 结果却换来了儿女们的多次拒绝 可谁知 等到王亮把自己的养老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后 儿女这时候才知道为时已晚 毁清了肠子 王亮父母都是农村人 一直以种田为生 家底薄 可偏偏家里还有三个儿子 生活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好不容易靠着几口博田把三个儿子养大成人有了工作 王亮父母才能稍微松口气 家里经济一直紧张 王亮兄弟三个人便只有他上了学堂 因为父亲早前就说好了 谁能最快背出九九惩罚表 谁就去上学堂 大哥每天就喜欢抓鸟 二哥每天都想着怎么种庄稼 这上学的伙计自然也就落在了王亮身上 不过好在他争气 最后倒也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等到王亮去媳妇儿的时候 大二和二哥也早已在王亮的帮衬下有了自己的小生意 三兄弟关系和睦 经常一起干活 一起挣钱 王亮经营着小本买卖 他自己有些生意头脑 因此三十多年来也挣了些钱 和老爸一起奋斗了两套房 可是 有房归有房 可谁不想让自己的儿女养老呢 有自己儿女养老谁又会花钱找别人呢 王亮当然也是这种想法 所以他很早就和老伴商量过 想让儿女给夫妻俩养老的事情 后来 王亮老伴去世后 他便更不想再一个人住了 于是 王亮便和儿女提出了想去他们家中养老的事情 和儿子女儿都各提过一次 可是 儿女却都说王亮身体还很健康 根本没必要这么快就养老 让人照顾 所以 都回绝了王亮的提议 王亮心里很不是滋味 毕竟亲手养大的儿女 拒绝给自己养老是一件很伤人的事情 可是 事实就是这样 父母将孩子养大 图得不仅仅是孩子帮他们养老 可是尽管如此 有些子女却连主动给父母养老都做不到 子女各自成家以后 父母如果自己手里没点存款 可能真的就要面临老无可一的困境 虽然儿女拒绝了让父亲搬到自己家养老 可是家家都惦记着王亮的两套房子 见到那两套房子比见到自己亲父母都亲 在王亮68岁生日的生日宴上 儿媳暗不住野心 就率先提出让王亮给自己孙子张罗婚房的事情 但可笑的是 孙子只是交了女朋友 甚至都不到一个月 儿媳就跑来和自己公共要房子 还打着喂孙子的名义 王亮不清楚其中的弯弯绕绕 可是自己女儿可清楚得很 看到弟媳这个人精 早早就把自己儿子当借口和父亲讨要房子 当下就说自己儿子也有女朋友 也要让王亮准备婚房 王亮看着手机默不作声 儿媳开口 他可能没法知道女朋友这是是真是假 但是如今女儿也开了口 她心下便了然了个七八分 本来这两套房子 以后也是要给儿女的 既然如今儿女两家 自己都已经把这种心思摆在了明面上 王亮所幸也就顺了儿女的心思 于是 她顺势就提出了 让儿女两家轮流养老 房子每家给一套的想法 王亮给过儿女两家机会 可是他们最后却还是打掉了王亮抛过去的橄榄枝 儿媳为人矫情 她自己经常向王亮伸手要钱补贴儿子 可这时候却说王亮和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不方便 还贴心地表示她早已为王亮选好了养老院 她把养老院说得天花说得天花乱坠 又是文艺节目表演 又是吃穿有人照顾 却唯独没说自己给王亮出这笔钱 都是成年人 王亮也懂自己儿媳心中那些小心思 相比儿媳的事故圆滑 王亮最难过的是 儿子居然从始至终都没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 全都由着他媳妇安排 饭桌上更是从不搭话和父亲养老有关的问题 王亮女儿心直口快 一听弟媳把养老院说得天花说得天花乱坠 她想都没想就跟着附和 还表示十分赞同王亮去养老院 女儿说了这番话后直接把王亮气得不轻 脸从脖子红到了头顶 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又看了看自己的女儿 王亮气得简直无话可说 直接向儿女两家扔了话 自己就是死在家里也不会去养老院 之后的半年时间里 儿女两家对两个房子依旧不死心 于是天天跑到王亮家里劝说她 王亮和儿女们又因为这个问题吵了两次 但儿女们还是坚持让王亮住养老院 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的有恃无恐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房子早晚都是他们的 根本跑不了 只是想早点拿到手图个安心罢了 王亮看清了儿女们的心思 也对他们彻底心寒 于是 王亮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为了彻底断掉儿女们对两套房子的妄想 他直接挂牌卖掉了其中一套房 把卖房的钱都用在了好吃好喝和旅游上 享受着前半生没来得及好好享受的生活 而另外的那套房子王亮就选择自住 他找来了自己的侄子 跟侄子约定好 这套房等自己死后免费送给侄子 但侄子现在要负责帮王亮请个保姆照顾起居 直到王亮去世 这一切都办好以后 王亮才通知了儿女两家 但他们说什么都晚了 他们一边责怪父亲做事 不和他们做子女的商量 一边又咒骂自己的堂兄弟不要脸 居然染指别人的家产 可是 他们却丝毫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他们看不到自己拒绝了给父亲养老 也没有看到王亮曾经给过的很多机会 只要他们用心待过这个老父亲 这两套房子就也不会成了别人的东西 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 父母的东西也并不是天然就属于子女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亲爸一个亲妈 做子女的多替父母想想 在某些事情方面 多顺父母的心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人老了以后就总想和子女待在一起 因为觉得子女才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做子女的有时候也要体谅父母的这份心 用心揣摩父母行为背后的意图 在养老的问题上 不能心软 养老对于每个老人来说都是大问题 因为这涉及自己后半辈子能不能和前半生 有工作能力的时候过得一样好 因此 在养老问题上所有人都不应该心软 因为自己一旦心软 就可能面临老无所欲的悲惨境地 一旦已经走到这一步 就一切已经都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